我们现在要把阵列当成是引述传给韩式 把阵列当成是引述传给韩式的时候 这个时候其实很简单 它只要传递阵列的名称就可以了 也不用加什么中括号 就这么简单 所以像我们假设有一个韩式叫Hourly Temperature 这个叫什么 每小时的温度 然后这个不是韩式 这是一个阵列 那这个阵列里面当然它的中括号里面是Hours in a day 当然是24小时 那我假设有一个韩式叫Modify Array Modify Array 那我要把这个Hourly Temperature传进来的时候 当成这个引示传到这个韩式里面的时候 我只要把它的名称叫Hourly Temperature传进来 那另外它传一个叫做Hours in a day 当成是另外一个引述 就是它的这个阵列的大小 传进来之后 那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问题是 也不是问题啦 要小心的地方是 我们说过 阵列的名称 就是代表什么 刚刚已经讲过了 阵列的名称就是代表这个阵列的初始位置 对不对 所以你这样去传这个东西 阵列的名称其实就是传 传参考 等于就是传参考 等于是你把阵列的位置就传给韩式 让韩式知道 所以韩式要在里面为所欲为去改变它的value 是可以的哦 而且在你的主程式里面你的阵列的value就跟着改变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变成是所谓的传参考 所以韩式的过程中间就是你把阵列当成是一个引述来传递给韩式的时候 它反而是会是以传参考的方式 pass by reference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阵列名称的第一个 阵列名称代表就是第一个元素的一个address 那我们接下来有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件事情 那这边有要加新学一个东西叫percentP 我们之前有percentU,percentD,percentF,percentS 对不对 那当然前面可以再加什么LL那种东西 那这边percentP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转换指定词 它这是用来列印所谓的这个address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对应的东西 就是列印它的那个memory的address 记忆体的位置 那我们这边要让它列印什么 列印array还有array基本上就是一个 我们刚刚说过它是一个阵列的名称的话 那它就会把阵列的名称当然就代表什么 就代表它的第一个位置的第一个位置的记忆体的位置 那这个东西array跟这个array0 然后前面加一个mpercent 跟这个array再加一个mpercent 这三个东西其实都是代表同一个东西 都是代表这个array的第一个元素的位置 所以这三个是一样的东西 我们待会就是用这个程式来告诉你 都是来验证 这列的名称都是代表 这列的第一个元素的一个address 所以这个程式很简单 就是宣告一个character array 然后5 那接下来你就是把它的array 然后%mpercentarray0 然后加上mpercentarray 然后都是用%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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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对应它 那你会发现它得到结果就是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奇怪 对不对 这个东西又有0又有什么又有数字又有文字 这个就是它记忆体真正的位置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什么 这个可能是一个二进位的一个编码 这是一个二进位的编码 它会编码 根据它二进位的编码去配置这个记忆体的位置 所以你看出来array 这个array它直接印出来这个%p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记忆体的位置 然后mpercentarray0 那array0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说过是一个存量 这个存量你要把它指到它的地址的话 就前面要加一个mpercent 所以它得到的也是同样的结果 或者你直接把array前面加mpercent 它也是得到同样的结果 代表它们都是指到同一个address 指到同一个address 所以这三个是同样的概念 所以当我们pass 之后要pass这个array的时候 就把它当成引数去传递给韩式的时候 它在传的过程中就是传它的 传它的什么 就传它的address 传它的位置 那这边有一个例子是说 传整个阵列跟传元素 元素我们刚刚说过 元素就是变数而已啊 所以如果你是传元素的话 阵列的元素的话 其实它就是跟传直呼叫是一样 因为它就是一个单一的变数 懂不懂 但是如果你是传整个阵列的名称 它就是变成是传参考 这很容易懂嘛 是不是 是不是 好那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啦 存量 你单一的资料就是存量 那存量就只有一个变数 那把它组合起来变成向量 向量就是阵列嘛 那好我们这边接收阵列的话 你这边要宣告 这个阵列这个函式接收int B size 那B这边当然可以不需要指定 这个是可以让它是一个弹性 好我们来看它的这个 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很简单 modify array modify element 那array的话就会传一个 传一个这个阵列进去 然后这边会传它的一个size 然后这边只是修正它某一个元素 那这个组程式里面去呼叫它的过程中间 它就是先把它原先 先initialize它的这个阵列 这个阵列是有五个嘛 0 1 2 3 4 然后接下来一个提示字 然后接下来把它的输出的结果 original array 原始的阵列的大小输出 然后完了 接下来它去modify array 去呼叫这个函式 呼叫这个函式 然后传递什么传递a啊 a是什么 a是这个0 1 2 3 4 不要忘记 0 1 2 3 4 size 好那我们来看modify array在干嘛 modify array的这个函式在这里 modify array的函式其实很简单 它就是把每一个元素怎么样 把它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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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乘2的过程中间就怎么样了 把你原来的这个array的数字就怎么样 就改了哦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在韩式这边 胡作非为去改变它的变数的话 你的主程式的value array的 阵列的value就跟着改变了 所以在这个modify array的过程中间 因为它是传什么 因为它是传 传它的这个阵列的名称 那阵列的名称其实就是它的 就是它的address 就是它的住址地址 那这个就是passed by reference 那passed by reference 你在这里面去改变它的数值的时候 当你离开这个函式的时候 回到主程式 你的阵列 原始的阵列 也跟着改变了 懂不懂 这叫passed by reference嘛 嗯知道 那modify element就很简单了 就跟刚才一样 我只是把它传一个单纯的变数进来 你在这里面改完之后 回到原来的地方 还是原来的东西啊 就这样 所以这边我们直接看它的结果好了 你的value原来是什么 01234 那经过这个modify array 去呼叫它之后呢 回到主程式去运出来 结果它就变成是02468 这个第二个部分是 是你的modify array之后 再把它output出来的结果 是在主程式啊 所以你看经过modify array 原来的array是01234 对不对 那你经过modify array 再把它印出来的结果呢 它就变成是刚才 在这个modify array 改变出来的 那个A的那个结果 所以它就会从01234 变成是 变成是02468 虽然是在主程式里面 但是代表主程式里面的array 已经被改变了 但是它改变不是在主程式改变 是在哪里 是在函式里面被改变的 那element就不会变了 element就是原来是6 出来结果最后也还是6了 在程式里面会变12 但是离开程式之后呢 回到主程式它又变6了 这就是passed by value 所以这几个例子 你们可以回去自己打看看试试看 去看看那个结果是怎么样 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下一次在做point的时候 指标的时候 也会用到这个叫const 这const我们之前好像在 好像有用过 这个const其实就是常数的概念 就是const 只会把ant拿掉叫const 那const要干嘛 const就是要把这个 原先可以被改变的东西 让它变成不能改变 就是原先像 我们直接看例子好了啦 我们原先这个intb好了 假设这是一个阵列对不对 那这个阵列我刚才 像我刚才如果直接传到 传到函式里面去改变它 是可以被改变的嘛 因为它是passed by reference 但是如果我在这边把它加上const 那这个时候我就要强调说 这个阵列里面的内容 你是不可以把我动的 如果你在韩式里面去把我动这个东西的话 虽然你是passed by reference 但是我因为宣告它是const 如果你在韩式去动它一根韩毛的话 程式就当掉了 知道吗 所以const的意思就是把它变成是一个 它的内容不能够去动它 这是也是吸一个比较独特的东西啦 叫const的概念 所以我们可以去宣告const的int 然后这时候你的b就不能动它 如果你去动它呢 编译器就会告诉你是错误 或者是你执行结果就会错误 我们看这个例子 我们这个函数叫try to modify array 然后这是把韩式的名称就很明确告诉我们 叫try to modify array 然后我把这个b当成是一个const 当你是const之后呢 我原先a是10,20,30 然后try to modify a 那我在a里面呢 在这个try to modify把a放进来之后 它其实是一个const的东西 所以你尝试去改变这个里面的value的数值 这个阵列里面的数值的时候 你去编译出来结果就会产生这个错误 所以它这个好处就是说 因为你用阵列的名称当成参数去传递的时候 它是passed by reference 但是如果你不希望在那个 韩式里面去更动它的这些内容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在这个韩式的这个宣告的引述过程中间 你去把它宣告成是一个constant的一个阵列 变成一个constant的阵列 那这样的话如果是constant的阵列 写成const int的话 这个东西传到这个韩式里面 你就不能够对它里面的数值去做改变 但是你还是可以拿来做运算 但是你不能改变它的内容 改变它的value它的数值 这样知道吗 这个很重要 我说第七章还有更复杂的 第七章还有更复杂 也是const的东西 也是constant 也没有那么复杂 只是吓你们了 你们就要搞清楚 就constant就这样而已 有没有很难 没有就constant 原先可以变的 现在你因为宣告const 就不能动它就对了 就是这样而已 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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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反应 这样唱 好啦 这个比较重要要赶快讲 今天你们可能下午 应该也会练习这个东西 排序 这个排序是 所有学程式语言都要学的 这是宿命 那排序当然很简单 在Excel里面 你们有没有做过排序 有啦 因为这个反正就是一个功能 就直接拉一拉 就排序就排出来 那排序其实当然用Excel做很简单 但是它原理是什么 你如果今天要自己写一个程式来做排序 那原理是什么 那其实就按照顺序嘛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是最简单的 叫做bubble salt 叫气泡排序法 那当然它有很多种排序法 你在网路Google排序 你会看到一大堆方法 那我们课本介绍最简单的叫bubble salt 那bubble salt的概念就是说 它会将一个小的数值 去像气泡一样慢慢的浮上去就对了 所以它就变成叫bubble salt 那原理呢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们有一个阵列 012345678 所以它有几个数字 几个元素 有九个对不对 那它的做法是什么 做法很简单 做法就是先 因为刚刚说bubble嘛 就是我要让小的把它往上 所以我就先把第一个跟第二个 但是就说第零个跟第一个好了 第零个跟第一个先做一个比较 那我要把小的放前面 所以我要把说23跟17比的话 我应该是17比23小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我就要做一个交换的动作 交换知道 就是把原来第一个位置是存23 第零个位置存23 第一个位置存17 现在交换变成1723 这个叫交换 懂不懂 那交换其实在写程式很简单 这边先讲一下 交换在写程式的话 就是把a先 假设我a跟b的数值 数值内容要交换 就是a变数里面的东西 要换成b变数的东西 b变数东西要换到a变数 那我就先把a的内容 存到一个暂存的 然后再把b存到a 那a的东西就被盖掉了嘛 那再把刚才暂存的存到b 那这样ab就怎么样 就swap 叫交换 好 那交换接下来 好这边是0跟1比 然后接下来就是1跟2比 那1跟2比23跟5 5比较小所以要交换 对不对 好变523 然后接下来是第三个跟 应该算是多少 第三跟第四个是吧 就是 讲到有时候自己都昏了 这个当然不是第三 这个应该是 这也是第三第四嘛 但是它是编号2跟3 它的下标是2跟3 23跟90比的话 23比90小 所以你就不用换 但是它还是要比 它虽然不交换 但是它还是要去比啊 你知道吗 它还是要去比 好所以这个就 这比完以后就不交换嘛 那接下来再比 90跟12 那12当然比较小 所以就接下来12拉到前面去 有没有 然后再接下来 下一组就是 就是这样一支往后递延过去 然后接下来就90跟44比 44又比它小再交换 然后再往上呢 44到前面 90跟38 38又比它小又交换 所以38跑到这里 然后再加上90跟84 90跟84比 84又比较小又移到前面 所以变8490 然后77再跟90比又小 所以拉过来 所以到最后 跑了第一个循环 这只是第一个循环 第一个循环的结果 BubbleSoul第一个循环结果 就这样得到这个结果 当然这结果还不是我们要的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要把它排序 所以但是你注意到 这边有几个元素 有个元素 它做了几次比较 做了几次比较 8次 连这个也要算嘛 对不对 所以1 2 3 4 5 6 7 8 所以做了8次的什么 比较 对不对 它是两两比较 两两比较 做了8次比较 那这个没有结束 你还要继续往下做 那以BubbleSoul来说 它就继续再去做一遍什么 再去做一遍这个 17跟5比一次 然后这个再比一次 这个再比一次 再比一次 比一次 比一次 比到最后 所以再跑一次就对了 等于把这个元再跑一次 然后跑几遍 跑8遍 一样是跑8遍 那跑完8遍之后呢 它又得到新的一个阵列 对不对 这边很重要啊 这边阵列第二次跑完之后 还要再跑第三次 然后还要再跑第四次 还要再跑第五次 跑第六次 跑第七次 一直跑到第八次才结束 所以BubbleSoul以课本 讲的这个概念来说 它等于是每跑一次 就是两两两个元素 两个元素比较 因为这边有九个元素 所以它跑了八遍的比较 这只是一次比较而已 那第二次还是一样 两两比较又是从这个 但是它换成这个新的阵列 那这个新的阵列 一样再去两两比较 一样跑八次 这是第二个 我们课本把它叫第二个Past 第二个Past 然后你要跑几次呢 要跑八个Past 八个Past跑完之后呢 你的结果就会是从小排掉大 那这个就是BubbleSoul的概念 所以 这个原理应该很简单啊 可以想象出来吧 可以吗 那如果它从小还要大 如果可能跑第三个Past 就是已经从小还要大 还要再跑一把 对啊 它就是这么笨了 这个演算法通常就是 它就是有一定的规则 你就是照那个规则 即便它已经排好了 或者原来它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给你排好了 你再去做排序 它是给你跑一遍 还是给你跑八次八遍 就是八个Past 然后每一个Past 都是比八遍 然后都列出来 对啊 不是列出来不列出来 就是看你自己要不要输出而已啊 那它的演算法 这是一个所谓的 演算的方法 它的演算方法就是要求你要这么做 那你也没得选啊 这个就是BubbleSoul的一个方法 好那对应到程式怎么写呢 这个要注意啊 这边它只有宣告Size 10 Defined Size 10 然后接下来有一些变数 那它给你的数字是这个 这跟我们刚才不一样了 这边是26481012 89684537 所以它总共有10个 有10个 那有10个的话 接下来它怎么做呢 它先一个提示字 提示字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做这部分 那这部分是什么 For i 这个只是把它原始的阵列 把它印出来而已 原始阵列印出来 接下来这部分 才是它整个BubbleSoul的 最核心的部分 那这边因为有 有所谓的个别的Past 就是刚才的 刚才那个图像里面所写的 那个是一个Past 一个Past 要比8变 然后要比几个Past 要比8次Past 所以这边就会变成是用什么 用潮状回圈 用潮状回圈来做 所以第一个Y的潮状回圈 就是要控制它 大概有几个Past 那控制有几个Past 它会 它这个注意要 其实指它的Past 就从1到多少 小于Size 它的Size是10嘛 所以1开始到 Size是多少 Size是10 所以从1开始到 到小于10 所以会1到多少 1到9嘛 对不对 所以它 因为我们这边有10个元素 所以10个元素 它会有9个Past 10个元素会有9个Past 就跟刚才这个 刚才这边是有8个元素 所以它会8个Past 那这边也是 刚才那我们现在这个例子 是10个元素 所以就变成要9个Past 那9个Past完之后呢 每一个Past 要做两两比较的时候呢 要做几遍 也是一样做9遍 做9遍 那做9遍之下来 这边的这个Inner 内部回圈就不一样了 这边I开始从0 为何从0 因为你的阵列 是从0开始编号的 所以它要从0开始 所以这个就比较 别扭的地方了 从0开始 然后呢 小于Size -1 有没有看到 -1喔 为什么-1 因为我们跑9遍 所以你这边如果是小于10的话 你就是从0到9 0到9是跑几遍 10遍 所以你这边是只有0到8 所以这边I是从这个10-1到9 所以是0到8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刚刚说过 两两比较 如果是 这个是前面的嘛 如果I是0 就是A0大于A1 就是0跟1比 如果0跟B 0跟1 就是编号0跟编号1的元素比 如果前面的比较大 那这时候就要做什么 做交换 所以接下来这个三个 这三行在做什么 这三行就是在做交换 在做Swap 那如果没有呢 当然就不做嘛 就这样而已 然后结束之后 再回到这个负回圈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两两比较 两两比较的一个4的回圈 那当这个结束完之后 再回到什么 第二个Path 然后再去做 那这样做完之后 就会自动排完序 这就是你把他的原理 概念搞懂之后 接下来就是把它写成程式 好了 这个就是基本上 通常排序 通常都会用到两个回圈 那这样的话 当然就得到 就会得到的结果 我们看它的例子 那这个只是把它输出而已 所以原来是这样子的结果 最后排序就是变成是 从小排到大 从小排到大 那如果要从大排到小 从大排到小就这边反过来而已 对不对 就这样而已 好那这个当然这个方法 很容易写 这个方法其实就是用 一个潮状回圈就写出来了 那但是它比较慢 比较慢 那比较慢 那有没有什么更有效率的方法 其实有 所以今天下午是不是实习课 会不会让你们练习一些其他方法 其他不同的排序方法 那其实一个很简单 类似Bubble Soul的一个方法 其实你们也许可以注意到 它这边其实 像这边有10个元素 它是跑9个Pars 然后跑9个两两相比 但其实你注意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当你跑完一个Pars的时候 一个Pars完之后 其实最大的已经跑到最后面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的每一个 你的Pars其实 你的第二个Pars说实在 这两个就不需要再比了 但是我们Bubble Soul的 反正它就是死脑筋嘛 它就是反正一定要把它两两都比完 懂不懂 它一定要两两都比完 所以它每一个Pars都是比 像这边是9个元素 所以它一定都要比8次 即便它已经知道 其实最后一个就已经是最大了 它还是要去比啊 所以就是很笨 所以你可以再去改善它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去处理的 所以像 当然这处理的方式下午时一刻 我们就再来说好了 另外我们同样的收挺这种排序方法 当然其实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得到 我们接下来会也会用到这个东西 接下来其实是要算平均数中位数跟重数 这个东西你们高中统计应该有学过 对不对 平均数最简单嘛 相加除以 除以什么n嘛 对不对 中位数呢 中位数是什么 数列你要从小排到大 或从大排到小 然后取什么 取中间那个 那当然如果你是奇数的话 中间那个是 就知道嘛 对不对 那如果是偶数呢 就相加除以2 对不对 两个中间相加除以2 那重数呢 最多的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就是 要写这样一个程式 那写这个程式当然 写这个程式 这个程式有 其实它就会分成 像主程式下来 就有三个函式 一个算平均数 一个算中位数 一个算重数 对不对 那中位数里面 它会用到bubble salt 因为什么 我刚说过 中位数是要排序完之后 取中间嘛 所以你要先排序 才能够算出中间的 那个东西 对不对 所以你要借助这个 但不一定bubble salt啦 就借助这个 所谓sorting的功能 所以它这等于 函式 主程式下面有三个函式 然后这个median的函式 下面就去有两个函式 print array跟bubble salt 这两个函式 所以这样去组合它 那这里面它是 有假设有 这个response的阵列 有99个调查回应 那回应的结果 也是先跟刚才一样 是满意度啦 类似满意度的调查 所以1到9 那1到9 我们就来看它的这个 99个的平均数 跟它的中位数 跟它的重数 好 那这个程式有点大 因为它有三个函式 然后函式下面又有函式 所以它稍微大一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它宣告 你看1 2 3 4 5 有五个函式 有min 有median mode bubble salt 还有这个print array 好 这边要注意的是什么 你看这个min里面 它当然这边又宣告一个const 所以代表什么 这个answer这个阵列 在这个min里面 是不能够去改变 这个阵列answer 在min这个函式里面 是不能够去动它 不是不能动它 就是你可以去做 把它做拿出来算 但是你不能够去改变它的数值 里面的value 不能改变它的数值 然后接下来median 就没有这个 median就没有这个要求了 然后呢 mode是重数 重数的话 重数这边也有 也有一个onsign的 然后const 其实这两个 constonsign跟onsign const 这两个应该都一样 就是一样的意思 然后接下来bubble solve bubble solve的话 你可以去改变 因为它要两两比较 过程中间 一定要改变它的结果 所以它这边是可以 让它去改变 它的阵列的数值 所以它这边没有写const 然后print array 又是一个const 又是一个const 所以它有五个函式 好 然后接下来 我们来看它主程式的部分 主程式的部分 因为它要统计到重数的部分 所以它要宣告一个frequency 那frequency 所以我把它宣告成是零 但是它宣告成十 这边有十个阵列 十个元素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 我们的回应是只有1到9 这跟刚才一样的意思 对不对 就是1到9 但是我们其实要宣告十个 因为我们第零个 第零个是不用的 第零个是不用 好 这个就是它的 还真辛苦 要把99个 要先把它写进来 那这个以后 我们还会再教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些 统计的数字 我们可以把它存到一个什么 存到一个档案里面去 那我可以透过程式去 把这个档案打开 读进来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 你的程式就不需要写这些资料 你程式就不需要 程式本来其实 就没有需要去处理资料 要去处理资料 但是它不需要去储存 它的原始资料 所以这个都是原始资料 对不对 那这原始资料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档案 然后再透过程式 去把档案打开 然后把它读进来 存到一个变数 存到一个阵列里面 那我们因为还没教 所以就先用这样的方式 就把这99个东西 99个response 从1到9的 就把它写进来 那接下来就直接是呼叫 mean 呼叫median 呼叫mode就结束了 所以你的主程式 就变得比较简单 因为你就是不断地去呼 不是不断啦 你就是只要去呼叫 这三个韩式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韩式的部分 韩式的部分 我们第一个先看平均数 平均数最简单对不对 平均数的话进来 我们就直接要去做累加 那累加我们用一个变数叫total 所以这个total是区域变数 也是一个自动变数 它就在mean这个韩式里面 才会用得到 那接下来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回圈在做什么 这个回圈在做什么 做累加的动作嘛 累加的动作完了之后变total 然后最后呢 最后要print 那print同时要做 做一个动作 这边他print他的这个size total 这怎么那么多size 反正需要两个size 然后total 那这边比较特别是 你要算平均数的时候 是total出于size 那total是什么 total是整数 size也是整数 你平均数会不会是整数 也会啦 但是机会不大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 你在前面要把它先做一个 这个刮弧加double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要把它做行别的 暂时转换 把total原来是整数 把它做一个cast 就是把它做行别 强制它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转换 但是你total还是 原来是整数是没变 只是在做这个计算的过程中间 他先把total这个东西 转换成 转换成时数 那这样的话 时数去注意整数 才会变成10吗 时数除以整数 才会变成什么 才会变成10数啊 不然的话 你整数除以整数会变什么 会变整数啊 所以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边 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地方 尤其以后你们如果 在算很多统计资料的时候 它大部分都是整数的东西 但是你在算其他结果 会变成时数的时候 你就要记得要 先把它做这个转换 那算出来还是它平均值 所以这个比较简单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中位数 那中位数的话 他这边answer是他的这个 就是他的反正就是他的那个回应 survey的结果 那接下来我们这是 但是他会先把这个什么 没有排序过的array 他是怎么样 他会先把它先印出来 所以他这个print array 这个print array 其实就是把他的那个 阵列把它印出来而已 所以这个函式 他前面先给他一个提示字 所以接下来这个print array 印出来的是一个 还没有经过排序之前 他的一个survey 他的问卷的一个结果 那接下来再把这个answer 丢到bubble saw 那丢到这个bubble saw的函式里面呢 他就会去把answer 把它从没有排序变成什么 变成有排序 所以他这边是可以传参考进去的 所以bubble saw是一个 可以传参考进去 把阵列的名称 就当成是引述传递进去之后 在bubble saw里面 就会去改变这个answer 这个阵列的原先的顺序 就会把它从小排到大 懂不懂 所以这时候反而是 真的是需要传参考 对不对 需要传参考 那我们的bubble saw是怎么样呢 我们看一下 bubble saw在这边 bubble saw就是传一个引述进来 用名称传进来 所以他是传参考进来 然后接下来这个跟刚才 我们做的东西有没有一样 跟bubble saw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这边改完之后 你的a改完之后 你的原来呼叫他的什么 原来呼叫他的 原来呼叫他的这个median 这个函式里面的answer 就跟着也改变了 就跟着改变 好那跟着改变完之后呢 你就已经排序了 这边已经都帮你排序好了 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时候写函式的好处是什么 写函式的好处这边 你就不需要写一串 再做bubble saw嘛 而且这个bubble saw 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 可以重复使用的 对不对 我们说函式它是可以重复使用 而且它可以让你的程式相对 在这边原来要做 很复杂的bubble saw 现在只要用一个函式 就把它处理掉了 所以整个程式相对就比较 比较精简一点 比较经典一点 然后排序完之后 他再用print array 再去把它印出来一次 那print array这个函式 很简单 它就是把它排列 把它这个正列的东西 把它印出来而已 所以它这边也不用再写 写什么 写好多回圈 去把它的正列印出来 它直接就呼叫这个函式就好 因为你看 这边也用这边也用嘛 所以它就把它写成函式 那接下来就是要算 那算这边比较 这个是比较简易型的 中位数计算方法 它直接就是把它 answer size除以2 那你觉得这样ok不ok 中位数是这样子吗 我们的size是多少 size多少 99 对不对 size是99 那他把中位数就是99除以2 99除以2是什么数 99除以2多少 99除以2多少啦 49.5对不对 对吗 整数除以整数呢 我现在是讲电脑 不是讲人脑 电脑 电脑99除以2多少 谁说50 49 把99除以2 电脑算出来是多少 49啊 是不是49 因为它自动会把小数点拿掉啊 所以变49 那49是不是它的中位数 是吗 是吗 不是哦 是吗 是啊 是吗 是吗 头脑动一动 应该是50不是吗 那为什么是49 因为它从0开始 哦 恍然大悟 所以说这个就是稀别扭的地方啊 你要注意到它的阵列是从0开始啦 所以它这边99直接除以2 变成49 是OK的 因为49是从0开始编号的 所以它的中间的是 是49 不是50 哦 所以这个地方有很多小地方要注意啦 但是我说这个是一个不完整版 因为因为今天size是99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size是100 一百的话就是要取49跟50相加除以2嘛 但是这边没有啊 对不对 这个如果叫你写你会不会写 我写字 你会不会写 我叫你写字 会吧 会哦 考试我们搞不好就可以 应该转位 应该转位 那我们还是要考啊 就让你们刺激一下 如果变成是偶数的话 你要怎么去判断 就再多一个判断而已啊 判断它是奇数还是偶数啊 会不会判断奇数偶数 会啊 对啊 还在拔 反正这个就是这样的概念啦 那这个 所以这个比较单纯只是 因为正好它是奇数格这个size 所以它直接除以2就可以了 好那这个是median中位数 那重数呢 重数就是要把它 因为重数是比较后面才去宣告它 所以其实你在 你在主程式里面是先去 先去呼叫这个min 然后再去呼叫median 所以呼叫median完之后 你的response其实就已经被改变了 因为它已经被排序了 已经被排序了 那被排序完了之后 反正接下来反正重数 跟你的array 跟你的资料有没有被排序是 没有什么重要啦 对不对 因为排序只有哪边重要 排序只有中位数重要嘛 那重数 重数在这边的时候 你这个response 就是这个阵列 这个阵列原先是没有排序的 经过median之后呢 这个回来主程式的response 已经经过排序了 所以这时候是已经经过排序了 那你把这排序再放到mod 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因为mod的重数是跟 你的数列有没有被排序 正列有没有被排序 是没有关系的嘛 对不对 因为它只要算什么 算那个个数最多的嘛 所以这个是OK的啦 然后再加一个frequency 就是刚刚宣告的 这个初始值都是0 那现在就是看这个1到9 里面哪一个东西是最多 哪一个它的这个response是最多 那所以我们的mod怎么写呢 mod就基本上先去 一样去输出一个东西 这个是initialize 先把frequency 其实这边可以不用写啦 为什么 因为你的这个frequency 是一个参数进来 frequency这里 那这个frequency在你的主程式 已经是把它宣告成是0了 所以在这边其实 其实这一段应该是不用的啦 因为你在主程式已经宣告 你的frequency是0了啦 所以你在你的函式 可以不用再宣告了 那接下来就是 就是一样 去把它的这个frequency 去看它的这个多少 那这个做法有没有 就跟我们刚才这个做法就一样啦 就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是把它的answer 它的回应的这个1到9 把它当成是它的一个position number 它的一个位置的一个数字 然后对应到frequency 多的话就是有一个的话就把它加加 然后类似这样 你去做它的size 那size有99嘛 等于是做了99遍 那这样的话结果就可以把它的重数 就可以把它的那个frequency先找出来 那frequency找出来之后呢 再去做一个 做一个就是怎么样 把它的最大的那个值把它找出来啦 找出最大的那个frequency 那找出那个最大frequency 就是类似找一个最大值啦 找最大值你们以前也学过 应该有写过嘛 就几个数字要找那个最大的 有没有写过 有啊 那这个就是那一部分嘛 那这部分写完之后 就是把它output出来而已 所以其实没有很难啦 好啦 最后跑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最后跑出来的结果就乐乐等 好那这边这是一个说明嘛 然后最后算出来681除以99 所以平均是6.878 那你这边如果没有 刚才如果前面没有加double的话 这边跑出来就只有6而已 所以这是天差地元 然后在炒中位数的时候呢 这个是原先是unsort的 没有的 没有排序 那经过排序结果是这样 好那排序结果之后 然后算中位数 那中位数它刚才说过 是用99除以2 所以它是第49个位置 那第49个位置的值是多少呢 第49位置就是7 所以它的中位数就是7 那重数呢 重数它更厉害 它就是在搭配 这边有一个它搭配Histogram 就是它刚才我们学过的什么 脂肪图啦 脂肪图或长条图都可以啦 那只不过它这边有一个title 比较特别啊 这个等于是它要为了让它 这个报表做得好看啦 所以它会把它写成50 15 20 25 对不对 我们这样看起来好像是这样 但你在写这个时候呢 你要注意它的 你回去看它的这个print 其实还蛮需要花一点时间去看它的 它这边就是在print 有没有 1 1 2 2 然后这边又50 50 5 那这个在干嘛 这刚才一开始也看不懂在干嘛 这个其实就是为了搭配 搭配这个表头啦 1 1 2 2 5 0 5 0这样 这样看起来就变成是50 15 20这样 所以它这个 这个只是让它的美观一点啊 这报表看起来比较美观一点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样 把它的response frequency 然后它的厂直方图画出来 那到时候你 当然这样看直方图 你也知道最大的就是什么 它的重数就会是什么 重数是8嘛 因为是8是有最多就是27个 就这样可以算出来 那当然这个对 对Excel来说就是 都只要下一个指令就算出来了 但是这个指令的背后 其实它有很多的计算 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 所以这个你们写完就会 也许会有点成就感吧 就是说至少你可以去解决一个 看起来还蛮像样的一个问题 统计的问题 虽然这个统计问题是很基本的 fondamental的 但是它其实还蛮重要的 这个只是搭配刚才的说明 所以我们这边就跳过去了 最后谈到这个搜寻阵列 搜寻阵列就是说 这个阵列里面我们有一些 有一个纸我们要找出来 看它是在哪边 那这个概念叫搜寻 那搜寻有很多方法 我们今天讲一个最简单就好了 另外一个比较复杂的 什么二元搜寻法我们就不讲 最简单叫线性搜寻 那线性搜寻就是怎么样 就是最intuitive intuitive就是什么 最直观的啦 或者是把它叫做最naive 有没有听过这个英文名字叫naive 幼稚 幼稚 幼稚是难听的说法 好听的说法就是天真 天真的做法 天真跟幼稚是不是很接近 差不多啦 所以线性搜寻就是一个很天真的做法 它很天真就很直觉的做法 就是我从头到尾一个一个去比对 因为搜寻就是说我这个阵列里面有些数字 我要看看这个数字 到底有没有存在这个阵列里面 那我就从头到尾找到 从头找到尾就好啦 或者说我从头找到那个位置 有identify出来就可以了 那这就叫做线性搜寻 因为阵列没有顺序嘛 所以你可能也许不一定一次就找到 它可能要 你要找的位置 找到那个数字搞不好排在最后面 所以你要从头找到最后 但是它也可能是在这个阵列的中间 所以你就要找一半就可以找到了 类似这样 那这个最简单叫线性搜寻 那线性搜寻其实就很简单啦 你看它的 它有一个也可能写成一个函式 叫line search 然后它一样把它宣告成const 代表这个array 传到这个line search 是不能去变它的数字 然后它会return一个size t size t的一个数字回来 那这边是它的一些宣告 那我们开始这边先是create的一些data 就是它的data inta 这个a里面的数字其实就是2468 02468这样的东西啦 那接下来你要去search什么 这个是一个提示字元 然后scanf 你要scan一个什么字 或scan一个什么样的这个 这个是d嘛 所以这应该scan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啦 然后接下来你就去做呼叫这个line search 那linear search就输入a还有你的key 你刚才说要找的东西还有你这个尺大小 不是大小是它的size 那找出来的结果呢line search linear search的结果会存到element 那这个element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不过这个element要注意到它这边有一个flag flag知道吧我们之前就说过flag就是一个警示字啦 那是一个警示字的东西 所以它这边会return一个负1 如果它找不到有可能找不到啊 找不到的话它就return一个负1 那我就知道说它找不到 那我就是把它print找不到 那否则的话呢就 如果不等于负1就找到了 不等于负1就找到了 那else当然就是找不到 那找到的话它就告诉你这个element在哪边 它的value是在哪一个位置啦 那linear search是在做什么 linear search你看它的这个 这个大概都是你们一开始学的东西 回圈再搭配一个什么 if就这样而已 就是回圈就是从0到什么 到它的整个size是多少 然后呢如果这边跟它 你要找到的key是一样的话 那就return就回去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这个叫linear search 所以像举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这边 我们刚刚说过我们那个数字是从02468嘛 那你现在输入36 好那我知道 这个element是在第18个位置 那你如果输入37呢 因为它是02468 都有数啊 37是奇数所以当然找不到 就这么简单 所以linear search是最简单的啦 那你们如果有兴趣 可以再自己去看二元搜寻法 那二元搜寻法里面牵涉到的 这个我就不讲了 就很快的抬过去你们自己看 就要先排序 排序完之后呢 OK 它会用这种方式 先去把它取一半 排序完之后去取一半一半一半 这样去看 然后看它是在属于哪一边 所以它如果是属于这半边 就搜寻这半边 如果在属于那边再搜 所以它会慢慢的去把它 narrow down 下来 所以二元搜寻法 相对来说是比较有效率的啦 那linear search我们刚刚说就是naive 就是天真 就是刚刚说一个叫什么 幼稚的做法 但是幼稚的做法 只要能够达到目的 可不可以 可以 也可以啊 我们条条大路同楼嘛 好不好 好 那这个例子你们回去自己看 不看也没关系啦 这个binary research 比较复杂一点 这个多维阵列的 我们刚刚提的都是一维的 对不对 那它也可以做二维 也可以做三维 也可以做四维 四维 能想象吗 四个维度啊 我们可以一般可以 人类可以去想象的就是 最多到几维 三维嘛 那四维呢 四维就是hyperdimension 超维度 超维度就类似像 我们人类还有另外一个空间 这样的感觉 不过当然这个是比较复杂 才需要用到 那二维怎么用 二维我们也会常用到 是在矩阵 因为二维的阵列 就跟矩阵一样 对不对 那你们以前高中都学过 线性怠数嘛 线性怠数 有没有谈到很多矩阵的东西 有 所以我们就到时候 可以用这个二维的阵列 去处理一些 矩阵的问题 到时候就很好玩 好啦 那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 了 对 好